還好,我又記得了 我導師是不是越來越多了 所以莫達特他的那個 沒有沒有,我現在不是在那個 等一下喔 完成 好 沒有沒有 這個我 莫薩爾特 莫薩爾特的 因為他那個 那個我老師已經問過 他就是那個 因為奧地利他們最接近的是拉丁文 所以那個就是 那個愛 愛道曲的 Morning Music Mode 我看看喔 我要看看那個 不是Morning不是早上 Mourn M-O-U-R-N M-O-U-R-N M-O-U-R-N是Morning 是早安對不對 那Mourn加上U 變成愛道 Morning 但是老師已經忘記那個字 因為那個字拉丁文 是Requiem 是這個字 Day of morning Morning Malachonic 就是很痛哀傷的 Malachonic 但是我沒有他的Morning 應該是這個Requiem Morning 應該從這個 好 各位聽聽,稍微聽聽看 Morning 就是大家普遍都覺得 你常常會聽到 就是每次大家哀傷的時候 這就是莫扎特他死 他死前最後一部 他的最佳的節奏 因為他寫這個文句的時候 完全就想著他那個死去的爸爸 他沒有辦法去 有沒有 非常寧靜當中帶了一點點哀傷 所以 這個 那 他在做完這一部 這個曲子之後 然後 那個 因為他是那個什麼 那個宮廷音樂家出現給他 所以 這個宮廷音樂家 他也 他也沒有把它沾用 發表的時候 哇 大壽 因為他是有 有歌劇的 大壽讚賞 就死了他的名聲 但是他名聲最棒的時候 他死了 就什麼病 吐血肺癌這樣子 就是 日以繼日 所以 有時候人就是這樣 好 所以 你能瞭解我 跟你講說 為什麼是B 而不是豬 Hate 我討厭就是討厭 那就 沒有那種余地 但Jealous 它有兩種 我是喜歡的基督 跟不喜歡的基督 都可以 絕對是有兩種 然後他參考是off 好 第四題請開我來唸一下 我又聽到一個T 我又聽到一個T 應該唸 pestis 不是pest 聽得懂嗎 因為我聽到T 再來 第B 好 就是說 他年輕的時候 他比那個女人 比較喜歡他 就是在他年輕的時候 他喜歡的是他年輕的時候 意思就是 年輕人老了 就不喜歡了 就比較不喜歡 然後 第C Bose 好 他們兩個人都想要再成為小孩子 第2 Growing up 就是成人 長大的人 叫Growing up 你有沒有看到 Grown Grown up 一定要grown up 好 過去分子 好 那個 剛剛把聲音變大 所以我要把聲音變小 好 好 Mex 謝謝 沒錯 好 所以他就是 好 好 Mex 謝謝 好 Mex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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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是如何的 用非的 表示 好是快 好 是驚嘆句 時間 真是非事 好 再另外一個句是什麼 You can say that Again 這句話是說 說得好 說得對 說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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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棒 說得好 You can say that again 這種句子 就類似說Uncle 你演奏演奏得很好 因為Uncle Uncle是法語 Un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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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題 Max 再來 好 好 She is talking Un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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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Talking 不是啦 Thank you 這是daughter Au在法語 不在英文只念or 這是從德文來的 它會唸大 Au O O O 所以德國人騎跑車叫Audi 我們就不唸Audi 那英文呢 它不取那個奧 因為奧英文有很多的 Ou叫奧了 Ow叫奧了 對不對 所以它就取 O 它就是 O 有時候就是他們 互相要去做一些分別 好 好 再 最後 最後一個 好 所以呢 Overseas叫會喔 海外 所以這裡有一個abroad 所以 這裡叫海外 那麼這個部分呢 它常常都是要跟動詞 Study abroad Go in abroad 這個呢 它是位置 它是副詞 海外的 所以它都放在句尾 那你要用Go in overseas 也可以那就是要跨海 你要過海而已 因為那就是 Go in後面叫Overseas 你要過一個海 就是Overseas 因為我的國家海 就是用我的名字 我們來命 你的國家海 同一個海 各自用自己的名字 所以你會跨一個海 Overseas 我的海到你的海 就到不同國家去 好 I heard that you are going to the US I am taking my daughter over for the summer camp Lucky her I didn't leave the country until I was 30 Yes The youngsters are luckier now than we were then Question Why is the woman going abroad? 好 好 這是你的答案 是剛剛看完 你 She is taking her daughter to the summer camp 好 這個句子呢 他是 他帶他女兒去 他沒有講到海外去 但是他其實是到國外去 對不對 夏令營 然後這裡有 Taking over 帶過去的意思 沒有海外 他說 I am taking my daughter over 就是帶過去而已 所以我們上次有一個 就是英文 Could you come over for dinner? 什麼意思 表示我跟你家人有一點距離 所以他下面的答案 你要選什麼 請告訴我你怎麼走 因為有一點距離 叫over 對不對 Taking over 我把我女兒帶過去 然後再說 我沒有出國耶 直到我30歲 I didn't go abroad until I was 30 這個劇情 直到 I didn't over 第三個 Youngster 叫年輕人 各位各位同學 英文呢 有一個SD 所以那個 幫派分子叫 Gang H-G-N-G Gangster Gangster 是幫派分子 幫派 好 所以老師要跟你講的是 Gang Gang就是幫派 幫派 然後加上ester 所以 Young加ster 這樣了解嗎 年輕人叫 Youngster 好 你喝這麼兇 我們趁他涼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有果肉了 就會酸甜都有了 你要不要再喝一點 好 謝謝 謝謝你們的香醬 沒有喝喝要跟我說 好喝跟別人說 你喝那麼多杯 你是 我真的覺得做對了這件事情 因為我今天 我用的鹽巴不是一般的食用鹽 不要誤會 我用的是西馬亞亞山的 海的鹽鹽 因為 我喜歡用很獨特 我們不用海鹽 因為現在海鹽都有污染的問題 我們用幾萬年前 就已經變成了山燈 因為其實幾萬年 這個山如果有鹽鹽的話 一定是幾萬年前地震所容起的 對不對 所以那個鹽沒有被污染 因為太高了 所以我們用的是西馬亞山的鹽 鹽石的鹽 但是鹽石鹽 相信幾萬年前之前 是海 對 那時候沒有污染 所以它現在在高山上也沒有污染 但是我們海洋有污染 重金屬 重金屬有時候很難查出來 再來什麼 輻射 對不對 我吃的東西 每樣東西都是經過思考的 所以 好 接下來第四十二題 第四十二題 我們 你剛剛唸了 還沒唸 換你唸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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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玩了集氣,就是嘴巴尖尖的 然後尖尖它前面有一顆偵測器像流一顆圓圓 你們有沒有看過地鼠?集氣,有沒有? 好,我再幫你們 我們莫在英文裡面就是指洩密者,告密的人,莫 這個叫莫,它前面是一個偵測器,很難看 但事實上它是田裡面的好的生物,所以沒有必要去對它 但是因為我們的機器都跟我們家裡太接近了 因為他們以前古代人都是住在田,這塊我的田,我就住在這裡 所以它常常會地鼠跑在我們家裡 那莫主要就是那顆在臉上的油,油叫做莫 那它其實本來意思是地鼠 各位同學看了嗎?它地鼠是不是全身都黑黑的 但是它就有一顆黃黃的 那你的皮膚裡面就是有一顆特別不一樣的 一顆,它本來叫地鼠,莫 除,remove,一去了,remove 再來he 我們要解釋一下什麼叫spot 這個字其實不是英文字,你沒有聽過這種A字尾的 我們英文有A字尾通常都是指一個名詞,女生,女性 有O字尾通常都是男性,hero,對不對 Tina,Tina一定是女生嘛,沒有人Tina叫男生的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拉丁字,它是從義大利來 義大利的spot的意思就是放鬆 那我們這時候就講spaghetti spot是不是spaghetti 所以spaghetti是不是軟的麵 軟 所以你在做義大利麵的時候 你首先要把麵包好做開 要去把它挪它打它,推拿它 所以它隱身為按摩,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你在家庭職務在做這個麵 然後呢,他們 我就在義大利生活了幾個月 很榮幸就是我交到一個玉娜的女生 然後玉娜的女生讓我去做畢業 我寫畢業論文的時候 我問他說我可不去你家 沒想到一租租這麼久 每天就帶我去他們學校去 我才知道原來義大利 他們的學校有考試 因為他們要期末考我畢業論文 然後他就,喔!他們的義大利 他在那個義大利的大學 就是Genova大學 Genova大學 我記得他是交換,他不是我同學 他是交換學生 然後呢,他們的考試是口試 全部都口試 你就看到圖書館 哇! 都是兩兩或兩三 就是一群人 然後要去 我跟你講 你跟他講 不斷的用口試的方式 因為 所以義大利人為什麼 講話很快 因為他們要口試 他們幾乎沒有聽過鄙視 好 我也因為這樣 知道很多義大利的生活 好 地俗 所以SPA這個字呢 其實就是 用來指 那個就是放鬆的地方 你要把麵粉讓它鬆你才能夠 因為你如果缺水 或什麼 你的麵粉硬梆梆 你沒有辦法切割 他們是 他們都有那個作用義大利麵的時候 你把麵粉 就會有一個 他們有一個 用來滾好 就是有一個 這種 擀麵肌 把麵粉 把它乾啊 水啊 麵粉啊 柔和啊 蛋啊 什麼東西 他就把它乾好 一球 一球之後你要 要揉 把它那麼軟 軟了之後 它有個機器就是 這樣子 它就會變成 壓然後把它變成 切條一條一條的義大利麵 所以他們義大利麵 其實就是我們的麵粉做的 然後呢 他們義大利麵呢 就是說你做完之後 你就會直接下去煮了 好 那我們 我們現在吃的義大利麵 是因為你這樣子 儲存不了太久 所以怎麼辦 所以又把它 塞乾 我們義大利麵是這樣子的 好 那種義大利麵呢 必須是一種特殊的麵粉 因為這種麵粉呢 就是特別的 高筋 就是特別的強嫩 所以我們義大利麵 才會在這裡輪 對不對 好 現在幾乎就是 只有義大利才產生那種麵 義大利麵 就是義大利才產生那種麵粉 好 看四色二體 四色二體應該就是Kyle 好 那趁這機會 我們講 plastic色二 塑膠的手術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手術用到塑膠 那塑膠是什麼 就美容 你鼻子要墊高 他在鼻鼓上面 放了一顆塑膠 因為塑膠不會爛嘛 所以他就覺得不會 那現在因為塑膠太硬 你會摸 硬剛幫你怎麼行 所以他就改成叫做矽膠 那矽膠這個問題 矽膠其實是水質的膠 所以他雖然也不太會爛 但是他會破 因為他是用一種膜 把它包起來 所以放在你想 比如說鼻子墊高 額頭墊高 全身 所以這是美容手術 現在台灣有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所有醫生 他們都不想要去 所有醫生都不想去做醫生的本質 醫生醫學系 前面五年大家都差不多相同 什麼叫差不多相同 就是有分科在第四年的時候 我們就是憑成績來去選擇 你要哪一科 那麼在很多年老四的時代 那時候醫學系的畢業生 大部分都會選前幾名 就是一個班上如果畢業五十名 因為通常他如果遭受五十名 五十名都會留下來 很難留有半讀前討 像我這種半讀前討 很少 都有啦五十年 然後他就會 因為每個人都會選我的專門科別 大家讀的都一樣 但是他會選專門的科別 比如說 有人就想讀眼科 耳鼻喉科 內科 外科 對不對 然後呢 什麼那個 內科就是生長 就是骨科 他們就會這樣選 第四年就可以選 然後第五年的時候 那個學校就會根據你的成績 所以你在班上的成績 然後給你選擇 就是 用成績 用你的學校成績 給你選擇 好 那各位同學 你就會想說 成績最好會選什麼科 我們部分男生女專業女生 都比較不會去外科 因為外科要動刀 對不對 那我們就不要 那大部分最初喜歡就是 腦科 腦神經科 因為很危險 對不對 因為神經的腦 那 那個通常都是 我就是想要做醫學研究的人 才會研究腦科 然後做醫學研究的人才比較解剖 就是要去 要學外科 我問你 Jermax 你覺得 我們身體的哪個部分是 讀書成績最高的人 他們通常第一志願 身體哪個部分 我剛剛跟你講的那個東西 不要做第一志願 因為那個沒有人 危險風險都會太高 你猜猜看 治療哪一個東西 治療哪個地方 人的身體哪個地方 最被選的第一志願 那些成績最好的喔 幾乎每個醫學系都是一樣的 你猜猜看哪個地方 心臟喔 你想現在 心臟風險很高 你知道嗎 但他還是賺大錢 所以可能是一個選擇 通常就是那個 很勇敢的很大 因為心臟以前的手術成功率不高 所以現在 就算現在 也沒有人要把心臟當作 我是心臟科醫師 因為 成功率不高 手術的成功率真的不高 聽得懂喔 好 第一志願通常是什麼 嚴苛 你嚴苛怎樣都不可能把人家弄瞎 不會把他弄死 只要不會弄死的 那個就是最高志願 為什麼 最輕鬆 全最好轉 嚴苛 第二志願 而鼻喉科 你怎樣都不會死的 但現在因為 台灣的人口裡面 那鼻喉瘋癌 死亡率很高 所以 而鼻喉科 你就不要去治療他就好了 所以他們每個人都有逃生 換句話說 就算是醫生也有這種傾向 為什麼要去做那個危險的可別 好 第五年級開始之後 他們就開始會根據 他們的課本 他們的分課之後 就開始有選修的不同 前面四年都是比成績 第五年他們選修開始不同 第六年就開始要去實習 實習就是跟著那個 學校老師到醫院去做各種的 看各種的 每一科都要去 每一個科都要去做 第七年級的時候 兩年的時期 就等於說是去做服務生 去替前輩或者是學長 或者是老師的服務生 因為他教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幫他寫報告 然後第七年要去考醫師執照 通常很高 因為你已經讀這麼多年了 要考不過很難 但考醫師執照是 是為了限制外國的人 就是說你如果到美國去念醫師 因為你只要你家有錢 去美國念醫學系 是很容易的事情 就是你只要跟他講 我的志願我興趣就是要去救人 他就會考慮好 你只要付的幾錢 一年給他大概三百到四百萬 花差不多兩千萬 你就可以製照這個醫師來 但是問題就是什麼 你是用英文的 那台灣的這個醫師執照 就有個問題 他考你 你要考過 你必須要用中文 所以他就憑委外國人到 外國的醫師到台灣來當醫師的一個 因為那個是執照 就是行為一個瓶頸 一個限制的理由 所以在國外讀醫學系 很難到台灣來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要考過那個醫生執照 不容易 因為他題目千奇百怪很多 那你要考的時候 你多少就知道你有考古底 只有台灣學生知道考古底 在考完之後 因為你是有免費殺人執照 所以你要去國家 國家會給你叫做訓練 就是你有一個執照 這個國家給你的執照 你就是代表你要去國家的機構 要去叫做專門的訓練 所以你聽過這個兩個之後 你就開始去選醫師 叫做實習之後 就去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就是你要到 你要想要去工作服務的醫院 然後去過兩年左右 就是去那邊做最基層的 每天都幾乎常常都要住在醫院裡面 就是住院醫師 等你住院醫師慢慢的機會 你就有機會可以開始 你住院醫師就會開藥方 因為你已經有執照 你可以開藥方 但是你沒經驗 所以你都是在急診室 在很多那個 就是急診室當住院醫師 然後很累 然後開藥方 過了兩年 你這樣子總共幾年了 你從十九歲 十八歲 考上醫學系之後 已經七年八年 已經九年了 已經二十八九歲了 都還在過得很苦的日子 所以壽命會短 日子很苦 然後呢 你在第三年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成為什麼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他基本上就是 開始有可以看門診 就是病人來 你可以去給他看樣子 單獨跟病人 好 這個就是 我們講的這個醫師的醫生 等到他可以開始賺錢 三十歲了 好 所以 plastic surgery 好 在heart transplant 好 就叫做心臟移植 美容手術 surgery 叫做外科手術 各位要會喔 外科手術 叫 surgery 所以 surgeon 叫做外科醫生 surgeon怎麼寫 surg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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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ge 這個字呢 就是在表面 就是在皮的表面 你就在表 surgeon surgery surgeon是外科醫師 surgical 叫做外科的 s-g-i-c-l 外科的 好 外科醫師 好 老師提供你 就是說你生活範圍裡面 應該要知道的 一點點智慧 好 plastic surgery 就是美容手術 美容手術 就是幫你 身上做 有一些女生愛漂亮 因為她就是下巴太寬 就消骨 她要去用鋸子 那種電動的 膜的鋸子 然後呢 把你這邊開個口 或是從這裡開口 把你下巴 這邊的寬骨 把它削 削 削 這樣就會有那種 下巴是那種 瓜子裡面 很稀稀尖尖的 對不對 然後這裡如果太突出 難看 就從耳朵後面 然後出來 然後把那個 這裡骨頭把它磨掉 讓你這裡變平 然後這邊呢 就塞給你那個 就給你塞一些錫膠 讓你鼓起來 就是變成 好完美的有沒有 的那個鵝蛋臉 你知道嗎 這些都是 不知道為什麼 這就是 世界上就是有那種 因為有錢嘛 然後她就會想要 那有一天 這些東西會變硬 有一些東西它會 不小心破掉怎麼辦 反正也要破掉 你這邊就 兩邊不平行 好 所以 不過現在醫學 現在醫院裡面 都有叫醫學美容 就是像 我爸爸他這邊 因為手術這邊骨頭 要把它割掉 因為就是有 有不好的骨頭 所以割掉之後 他就是要想辦法 讓它恢復 就是做出一些恢復 這叫醫學美容 這個其實是 當時美容手術的目的 我們要讓病人 不會覺得 因為一個手術而做出很大的 那像很多婦女 在乳部 前上 胸部 身上膝 那個是因為 有很多女生 她們有那個 乳房癌 對不對 乳癌 要切除啊 因為癌症嘛 要切除 切除之後 那個女生就會覺得自己不是女生 所以就會幫助重檢 那個當時的醫學美容都這樣 但是發展到現在都不是這樣 好 42 You look great What happened to you You look great You look great I just had a facelift Facelift 請看這裡哦 Facelift 好 I didn't know men care about how they look as much as women Tell me a person who doesn't want to look nice Question What happened to the man A齁 你要不要唸一下 Plastic surgery 好 Surgery 好 是A沒錯 所以 I just had a facelift 叫做拉皮 什麼叫拉皮 因為年紀越老 像我們的臉上或者是肌肉上面 它都會變鬆弛 因為我們的運動少 鬆弛 然後又吃得胖 那胖了之後 在不小心瘦下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皮膚就會皺皺的 然後女生就會皺皺的 特別是他們的化妝 所以他們就把那皮 給它稍微 拉一下 用縫的方式 用小真美容 就是 縫緊往上拉 所以整個看起來 就變成本來 然後拉起來 就比較有生氣 那通常都是 這種拉皮 這種手術 通常都是 差不多 六七十歲以上的女生 有錢女人 才會這樣做 對不對 那現在 比較不用拉皮 他們就用打那個 玻尿酸 打那個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肉毒感菌 我也是因為我 我媽媽還有去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才從那個美容醫師 醫師裡面去做 哇那個超賺錢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 為什麼要講醫生的歷史 現在醫生都不務正業了 為什麼 因為台灣有一個法律漏洞 尤其是醫生的法律漏洞 你今天做任何一科 都難免會出人命 但是你出人命之後 醫生醫院啊 或者是 不要讓你的名聲喪失 通常都會跟病人 私底下和解 一和解就是一千萬兩千萬 就是要花很多錢的意思 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慢慢很多醫生 不敢這樣 就算是很多有積極向上 想要救助救人的 也都慢慢都不想 那所以大家都慢慢的 那有什麼東西好賺錢 醫學美容 醫學美容是 唯一是什麼 醫學美容是在每個醫療科目的下面 他用來重建病人的信心的 但是因為他的法律上沒有更新 所以現在大部分的就是醫學美容 都是 他就沒有規定說 你什麼科才可以做 每一科通通都可以做 你今天是搞自傳科的 一樣可以做醫學美容 反正就是你有 你就多去做一個訓練 你一定要做醫學美容的執障 所以每一個醫生他乾脆 就不要 我 我不管是做什麼科的 我都可以去家 得到一張執照 醫學美容的執照 所以醫學美容就是 我那個很帥喔 你今天這個臉 我說我給你打那個玻尿 玻尿酸很怪 玻尿酸1CC 玻尿酸1CC 可以打差不多10個地方 就是臉上 你如果臉上打滿的話 你大概要用好幾十CC 1CC3000 喔對不起 5000 1CC5000 你要好幾十CC 所以要整百盤喔 對不對 而且要過一段時間 可能又消了 你又來打喔 我賺的那些人 真的好賺 打那個東西 你只要不要打到 你真的不要灑到那個地方 就是灑太深 滴一下滴一下 這個每個醫生都有這個能力 然後呢 去打玻尿酸 哇 比任何一科都好賺 所以現在說 你看 街道商醫學美容 一大堆醫生都在開對不對 因為他們不管什麼科都可以開 很多醫生都改做這一行 比較不會有人命 你頂多了不起 就是腫的歪的怪怪的而已 對 他就是 你就是再幫他多打幾針 他就快開心了 因為 那個沒有多少錢 但是打下去很貴 因為那個是需要有執照這樣打的嘛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就是 plastic surgery 好 美容 好 43 我們請那個Kyle來念 George 欸我這裡喔 always always question number four 好 make stupid stupid because George X George clown 小丑 嗯 嗯 Terri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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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t 在 好 修學好 George embarrassed me Why did you say that? He always makes some stupid remarks in public Really? I thought he's supposed to be a smart guy Question Why did George embarrass the man? 好 那你選了吧 還是你 好 請選 就是往前 A 好 George呢 他總是都會 make a fool make a fool 就是做出一個傻瓜 Fool叫傻瓜 對不對 然後呢 是誰的什麼 自己 所以這叫什麼 取笑自己 使自己成傻瓜 是不是取笑自己 對不對 然後說一些很愚蠢的話 老師剛剛一直在寫不出愚蠢怎麼寫 好 愚跟蠢 笨啊 笨的 這叫做stupid 好 所以 你看一下 這是一個男生剛剛講說 George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對不對 看起來 然後他說 George老師喜歡說出一些smart remark smart就是 常常我們講這個人很聰明 其實是什麼 小聰明 smart小聰明 也就是說他自己覺得他很聰明 那種聰明 那remark是什麼 評論意見 評論就是 啊 你好棒喔 竟然把香蕉當作 好 這樣做什麼 竹筍 I thought he's supposed to be a smart guy Question I thought he's supposed to be a smart guy 我以為 我們英文每次叫 I thought 後面那句話都非事實 所以英文如果講到I thought I thought you were there 所以我去找你 你有沒有在哪裡 沒有 所以這個 不是假設語句喔 它是另外一種 因為think是現在是 think是表示可能 thought呢 已經發生的 所以 後面那句話都不是事實 你們現在就開始對假設語句都有一些了解了 什麼意思是事實的話 非事實 我們就聽聽看 43 來聽聽聽喔 欸 42喔 43呢 所以 Question number 43 好 所以 這些裡面 老師可能已經 差不多 show off 叫炫耀 in front of everyone 炫耀 然後這個 炫耀是怎麼意思 嘖 我 就是 他 他爸爸給他買了一個iPhone手機 對不對 iPhone iPhone5 不是iPhoneX的嗎 現在是iPhoneX iPhone5 哇 他就故意 拿他起來 到處會 啊 我的運動 讓人家看他的新手機 那叫做炫耀 就是 他不會直接說 但是他就會 做一些很不一樣的 平常的行為 讓人家 那叫炫耀 show off 對不對 你看 現在幾點了 因為他爸爸給他買給他新表 最近都喜歡 每次看 大家幾點了 你知道嗎 就炫耀 就是 不經意之間 讓人家知道一些 他新巴掌的事 George Embarrassed Me 這裡有個字叫 Embarrassed Me E-M-B-A-R-R-A-S-S-E-D 這個字 Embarrassed 巴掌是長條 讓你被關 巴掌通常是限制 把你的屁股 限制在那裡 讓你很尷尬 你不談 不能動談 就是說 使人家感到尖解 尷尬 好 使人家尷尬 就是 George Embarrassed Me Why did you say that? He always makes some stupid remarks in public Make some stupid remark in public 公開的 說出一些 自以為是的 意見 I thought he's supposed to be a smart guy Question Why did George 他應該是一個很聰明的傢伙 聰明就是說 該做對的事情 該最正確的地點做對的事情 最正確的地點做對的事情 最正確的地點做對的事情 好 為什麼呢 好 所以 B的話 他說 他行為像一個小丑 豬 A跟B呢 是很像 A跟B 是很像 C呢 他沒有講唱歌 所以沒有關係 所以是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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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喜歡 他喜歡 在大家以前講一些 嘖 是是而非的話 A A這裡有講到 他make a fool of himself by saying something stupid 他講的是 他做一些smart remark 什麼叫smart 就是自以為是的意見 我覺得這個 裡面一定加了醋酸 自以為是的一些意見 叫smart remark 然後呢 stupid的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對不對 那 他是 他是取笑自己 把自己變成傻瓜 沒有啊 他就是不想當傻瓜 看著講出一些很像是 很厲害的人的話 對不對 好 這個是一種思考 讓你去練習思考 好 我們 讓你做一題 好 那個是誰在唸 你要唸 好 你唸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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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發ou 要知道 像我們有一個字 像是cousin enough touch 有幾個字 你注意 有幾個字 都是ou 但是它的發音是發u的短語音 好 那這種字通常是德文 好 好 question number forty four 再來第二個 b shour是短 所以短缺不足 他們不夠 不足waiters 再來第三 食物不夠 再來 好 le much 就是very much 就是so much 好 就是意思很接近啊 但是他們這些字各有它的用法 請注意 所以 Can we have some service here please? I'll be with you shortly We have been sitting here for over half an hour and I don't want any more excuses I am sorry but a waiter called in sick and we are short of hands Question What's the man trying to explain? What's the man trying to explain? 嗯 你如果一般來說聽到hands 就有些 所以 他們沒有足夠的手 這個 我們 中文說 我們不夠卡手 那這樣就很容易讓你選A 不要選 他們就是沒有足夠的手 沒有其他的用法 沒有足夠的沒有其他的意義 所以這個修得我們是不足 好 那我們就 欸 還有一題耶 好 那一題 你來打 D A B B Session Session C Having a quiet discussion Having a quiet discussion Dissed 這個不能唸 tear 用 tear 因為它跟耳朵沒關係 tear 這個是當動詞 就撕 耳朵的確是好像要從頭撕撕開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種感覺 撕 撕應該這麼寫 撕開的意思 tear tear the house apart 那個情侶跟爸爸媽媽說 不要把我們的tear apart 就是不要我們分開 對不對 因為撕要用力 所以是強迫的 那麼 tear the house apart 就是說什麼 它要把房子給撕開 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形容 就是把房子搞得好像垃圾堆 很 很亂 很亂 好像是這個房子 它壞掉一樣 就地震的時候 tear apart 所以它是說把這個房子搞亂七八糟的意思 好 那這裡有一個wild party wild party呢 這個wild是瘋狂的party 瘋狂的party 不一定會把房子給弄亂七八糟 請不要誤會 瘋狂的wild 就是說它不是一些 這是怎麼樣 舞會就屬於wild party 就是大家在那邊喝酒啊 跳舞啊 然後很亂 可以 那叫wild party 但是一般的party是什麼 聚會 我們同學 老師在英國時間是經歷過最多聚會 他們幾乎每個禮拜 不同的人就有一些不同的聚會 然後大家都會互相 他們的那種social party social 就是大家去彼此認識不同的人 不斷認識不同的人 他們的social party非常多 相對就很困難 他們party通常叫做potluck potluck這種用法 這種party 就是什麼叫party 要帶東西去的 就是一般來說 我如果辦party 我家就把所有的食物飲料 全部都準備起來 要請你來跟你進一步 就是正式的party 對不對 那如果是potluck 就是我們都平背 然後呢 我也不想準備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簡單的 然後你們每樣都帶 每人都帶一樣菜來 你可以帶飲料 你帶可樂 你可以帶一樣菜 對不對 然後大家聚在一起 一起共同用的 叫potluck potluck 是鍋子 lock 就看大家帶的東西有沒有 如果大家都帶通通的東西 那你們今天晚上 比如大家都帶可樂來 等著大家一天晚上 一整天晚上都喝可樂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叫帶東西來的 就是要看你有沒有運氣 會不會吃到 比較那個 就是不管什麼東西 就是跟運氣有關 叫potluck 那 wild party 通常就是大家 就是喝酒喝太兇了 就是 就是 就 party 那種跳舞的party 那種類的 就是很放重的 也是有 就是大家在跳舞 然後 有一次年輕人也會這樣 在study session session是一個時間 叫session 通常它不是一堂課的時間 它是一段時間 所以它不會叫class 那study 就是讀書 我們這段時間就是來讀書的 叫session 可能一兩個小時 可能三個小時 就叫study session 我也可以說 我們這段時間 因為我們不只上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這段也叫做session 我們這一個步 這個時段 用來做什麼 session per session 所以它是一個時間 前進 session 所以這部分要注意 是session 所以我們很多字 我都有se sl 在quiet discussion 在taring the pause apart 就是 你唸完了 他猜 請你跟他的朋友 在做什麼 45 Question number 45 What happened here? Look at the mess Jean had some of her friends over and they had a small party Small? You call this a small party? They tore the whole house apart Calm down She promised she would clean it up Question What did Jean do? 好 你猜猜看 Jean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請練 答對了 答對了 他的句子說 Jean 你不要念Jean 沒有Jean Jean要這樣寫 J A N E 才叫Jean 這個是E A N E Jean Jean 中文翻譯叫真 所以常常就會讓你操作很多問題 因為我們很多的學習問題 就是因為真中文有關 並不是因為你不認真 用中文用太多了就會造成困難 這個叫做J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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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呢 Have their friends over Over就是 他把各個同學找來各 一定都很遠的地方 然後What a mess 一團亂 What a mess 答案是A 沒錯喔 很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的這個詞段呢 我們就來練習這個67頁 我老師很希望把這個進度呢 就是6667 恭喜各位同學 我們真的是進度有了 好 老師這個部分就是不斷讓同學 那關係副詞6667的部分呢 就是請各位同學練習一下 這些副詞呢都是 我們要去分辨一下什麼叫關係詞 所以關係詞 我們主要 它叫關係詞是因為這些字 其實英文叫做relative relation 好 關係詞呢其實是 它是連接詞 但因為我們連接詞 已經就講完了 我們連接詞有三種 第一個叫做對等連接詞 and but all 第二個就是什麼 表示原因理由 那叫附屬連接詞 第三種 我們要再講連接詞 你很難理解 因為它跟連接詞 跟前面兩種連接詞 有不同的地方 它關係就是有關聯的意思 所以relation是關聯詞 所以關聯詞就是說 它前面有一個先行詞 你要去練習一下 它前面有一個名詞 這個必須要跟這個名詞有相關聯 好 那關係詞的功能 第一個 它當作什麼 名詞 名詞 名詞就是當句子 句子的名詞 第二個當形容詞 第三個當副詞 那這些字幾乎都是以前當作疑問詞的 所以當形容詞的 當名詞的我們通常都用that 老師先這樣子 而且是that我們當名詞 比較準確 其他的那個疑問詞 也幾乎都可以用 所以你學過的疑問詞有 第一個 我們來看 可不可以what what book is this 這是什麼書 其實是第幾冊 可不可以which 有 which book do you like 它如果放在名詞前面 它就能當形容詞 那我們其實在講關聯詞 名詞which what 然後呢 這是主要的 然後呢 還有 who who 前面一定要是人 who 那副詞主要呢 就是我們講的 when 所以 max when的前面的先行詞 必須跟什麼有關 答對了 然後 where 前面必須要跟什麼有關 然後 如果how 我問你第三 越來越難 是必須跟什麼有關 how 答對了 他跟方法 形容詞也可以 但是 基本上 how就是形容詞跟副詞 但是基本上是方法 方式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why why前面必須什麼 跟有關 why是描述 描述什麼 第四個 更難的 因為最不常用 但是相當 會出來了 why 就是要解釋 because 所以 why是要 前面必須要跟什麼有關 理由 原因 那為什麼台灣的話 中文有理由跟原因 還沒有做 要做的事情 叫做理由 你有什麼理由 要做這個事情 然後已經做了 沒報告了 要解釋原因 對不對 所以 事前 事後 到底叫理由跟原因 why 前面就是理由 原因 對不對 然後 這些 因為都是事情發生的 時間 事情發生的地點 事情發生的方式 事情發生的理由 原因 所以 這個只能是 說明一件事情 這兩個 這些都會跟名詞 有關 所以我們當作形容詞 這些 它本身就是名詞 然後 這些句子 要當形容詞 所以 講來講去 關系詞 也是為了解釋這三個 如果你能夠有一點概念的話 你常常會選 然後他就是講 when where why how 然後他順便還可以講 他可以用 因為 他是形容詞 副詞 副詞 因為這個觀念就是一個副詞 我們在國中的時候 副詞是一個字 但是他常常可以用一個界隙詞 再加一個名詞 來代替 這個名詞 就是這個名詞 是不是 因為我說這些可以當名詞 所以 我們唯一不能用的是 let 因為這些是名詞 這個let 這樣會從無使用 所以界隙詞 前面 後面不可以接let 就是原因 因為他是 為了要區別 你又不要亂用 這個我先這樣講 所以 如果是how 他就是 以這種方式 就是直接let 所以let的考法就比較難 好 再來就是 when in which time 在那個時間 during 這些都是跟時間的界隙詞有關 at which time on which day in which period 所以他可以是time 他可以是day 再來星期幾 他可以是period period 那個時期 during 就是更長 或者是連續的時間 漂亮 in跟during during就是強調進行時 in是只長時間 好 那麼如果這個就是地點 place 所以at that place in that place 那因為at in on 其實是跟他們這個地點的大小有關 所以你就知道了in which place 好 那why就是for加which 為了那些 好 我突然想打通電話 九尼你知道我在打什麼電話 對 對 不一定 不一樣啊 要不要不一樣啊 要不要不一樣啊 好啊 你好啊 我要跳過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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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不給你再點 我看看 再過去 那兩個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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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它是在你的 關係在面子是第五車的最後一個單元 它可以說是已經是到了你的 我們叫做界線 你可以 你在那時候 很多都很難 已經學習到界線 然後它是要銜接你的高中 然後它是銜接你的高中 然後它銜接到高中 它又常常會消失 所以它又要常常考 那個不消失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你就會 產生很多 所以我說 其實困難是 當它混在一起 你單獨的時候 你都沒問題 因為一課的時候 沒問題 單獨一課都沒問題 但是它混在一起的時候 就充滿了難題 對我也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 我想必我在高中的時候 沒有你們認真 好吧 但是我就是 覺得我很聰明 所以我想見辦法 就是 去做題目 因為我覺得我至終 比如說 我做題目 我做多了 我就會 然後其實 就會自己展出一個心法 但是心中沒有底 我沒有底 我覺得說 心裡面很沒紮實 因為 好像懂 沒有這樣懂 到大學去 其實自己已經有一個方式 再去驗證 所以慢慢的去驗證出一個自己的心法 因為學校到大學去 沒有老師再教你這樣 不可能 你去大學是自己奮鬥 要吃薄要自己做 要吃菜瓜要自己做 要吃飯要自己做 一切都自己來 大學教授根本不跟你講這些 他只是跟你講說 你有介紹那些外國的文學 外國的歷史 讓你知道 有這些書要讀 然後要自己去讀 所以請不要寄望你到大學去 有人會再告訴你 這些道理 好 所以這是你 這一段期間就是你最後的機會 好 所以 這是跟先行詞有關 所以你講講關係詞 就是第一個 它跟先行詞的關係 第二個 它跟後面句子要怎樣關聯起來 來解釋 好 那我們要來練習一下 這題目就到複習了 來 我們先請Jolene I remember I remember Occations 就是場合 Occal 發生的地點 叫occasion 兩個場合 兩個情況 好 I remember I remember 2 Occations Where you were as drunk as a lord 好 As drunk as a lord Lord 是那個主人 所以你醉的跟主人 因為為什麼 醉的跟主人一樣 主人常常開party 然後每個人都跟他敬酒 他就開始開心 就喝醉了 就as drunk as a lord 所以這個情形 Occation 你要代表是場合情況 是用 你剛剛回答什麼 會呢 還是會呢 好 那我是指地點 我剛剛給你講到 這叫Occal 那你不要念Occation 這是不對的 對Occation是發音 拼字 拼字好像可以 因為你唸O嘛 其實 他要唸 Occal Occation 對不對 Occal Occation 好 這樣知道 Occal Occation 不要唸到O O你嘴巴很難唸的 Occal Occal 這個字叫發生 什麼事情發生的 What occur It occurs When 它產生的時候 It occurs 後面都用When 所以這句叫When 在那時候 你又醉了這種情況 我們也講地點 所以這個Occation 是來自Occal 你要被中文會害到你 因為中文其實就是這樣寫 它其實是發生了 It occur 這個事情發生了 請問一下 發生有沒有代表地點 沒有 事情這個時候發生了 It occurred It occurred to me When 常常就接When 好 第二題 Kyle The Tower of London 倫敦塔 它本來是一個 那個國 因為倫敦有很多 黃金國妾 對不對 它本來是國王的住的城堡 但是後來它就是 國王這個家族沒落之後 這個城堡就變成官方的地方 但是它現在變成博物館 專門就放一些 以前那些 就是朋友 很 就是一些皇家的生活 的一些 的東西 The Tower of London 倫敦塔 A lot of people lost their freedom 失去他們自由 and life is now a tourist attraction 是個遊客的名勝 請說 我們應該把這幾題做完 然後呢 下次 你嚐嚐看喔 這只是 這個做完好 Excellent 以外 好 快快快快快快 好 嗯 好 所以你用什麼答案 欸 倫敦塔是時間嗎 對 那種 那種 那種地點喔 倫敦塔 Tower London 等等 因為如果用Tower 就是塔 塔應該不至於會跟時間有連關 隨必喔 好 所以我們這裡要叫做關係父子 跟前面的一個名字有關 但是是在那個地方發生事情 就是在那個時候發生事情 聽到嗎 好 然後第三題 我們請那個 Max Women 這個要念 Women 很好 你們練習 Women 就是因為它不是英文 它是德文 Women 然後呢 The Way Behave 這個是the way 老師都給你解釋 它是那個方式 所以它一定是省略的how 這個是省略的how 因為兩個都複詞 只用一個就好了 所以時間複詞是這樣的 它的時間有the time the day 後面的when就可以不用寫 the place 後面的where就可以不用寫 因為複詞嘛 都是地點 那the reason 後面的why就可以不用寫 所以它現在是要讓你練習 這個東西被省略 好吧 第四題 This is the reason 最後問題沒問題 plague 這是叫做那個意 這個意呢 就是傳染病 這個我們 就是因為在四五百年前 我們在醫學不發達的時候 發生了很多 一個層像巴黎層 巴黎層的一個傳染病 一個plague 死掉了將近二分之一的人 鼠疫 後來研究是老鼠所帶來的傳染病 然後讓你全身發黑 叫black 黑死病 然後就疫 就是傳染病 有一些傳染病就是有這些歷史 那因為我們現在衛生都知道 知道很多傳染病是由什麼動物 什麼生物所帶來的 所以我們就沒有這種 這就是人類的進步了 好 請念 那些人類的傳染病 嗯 那些認識jack的人都會避開他 像是一個傳染病一樣 plague plague 這個是念長癮 因為QU念很坑嘛 所以就看QU就是在法國 所以我說法國黑死病嘛 對不對 因為發生的 一半巴人死掉 你知道要幾十萬 五、六百年前 好 在第五題 那個很恐怖 你只要經過那個生病人旁邊 因為他是從空氣傳染 你只要經過病人旁邊 你可能接下來就開始患病了 再來 第五題 換Kyle 2001年的9月 那一年呢 Terrorist 這個Terror是恐怖 恐怖分子 叫恐怖分子 Terrorist的 攻擊的 happen 發生 恐怖分子攻擊發生 這是 911 美國911 然後 將不會被遺忘 就是September 不能唸Tentery 01 Tentery 01太多的字了 好 所以你把the ear留下來 混不寫 OK 你把the ear拿掉 混 OK 因為副詞就是這樣 比較會讓你去這樣 然後Max 第六題 I lik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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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cool 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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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ay I want you to 很好 你都剛好用到 火號 所以考到號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好 再來第七題 Jolene My friend said they would pay a present to the village where I was born 好 Village 後面就要接 where 好 第八題 Kyle 好 你現在就是 這裡沒有 壞對不對 應該有壞 但是沒有壞對不對 所以它顯然就是 要讓你看 Why呢 它就要解釋這個理由 The reason why 對不對 好 再來就是 為什麼不是 that 好 為什麼 如果是 that 可以 which就可以 好 再來就是 我們要看到 然後再來 我們要看後面句子 這麼多人 around the world caught 染上這個疾病 is not clear 所以這個句子 我們要把這個東西把它切開 因為 that 這裡的角色跟 which的角色不一樣 這叫形容詞 這個叫做名詞 我剛剛有沒有講到名詞 我剛剛這裡畫面寫上面的名詞 有吧 再來 它是一個名詞的句子 然後 why呢 是副詞 the reason why 然後呢 這個句子裡面 這裡有一個動詞 所以這個形弦是主詞 所以這個句子應該就是 一個獨立的句子 你就是這個句子 沒有 它一樣是對的 the reason is not clear 所以我們現在要學會了 那個how呢 它是跟方式 那如果是那個理由跟方式 應該是不相容的 然後再來就是地點應該不相容 所以你只能選a跟珠 好 那你現在要選的是 which跟that that是引導一個句子 好 那which呢 不是領導的句子 句子 which必須是後面的一部分 因為這是關西代名詞 因為它叫形容詞的意思就是 它必須要跟後面句子有關聯 很多人 全世界很多人染上這個 cord是catch 染上這個疾病 你就 which呢 它必須要一個重要的 就是說 它如果要等於the reason 它後面 它如果要等於the reason 它後面就必須是等於一個名詞 然後這個名詞 好 所以which必須要等於 如果many people 或者disease 很不幸的 many people disease都存在了 如果你今天少了一個 這個中間這兩個少一個 which就可以成立 所以關西代名詞 是在我們學的第一個部分 就是它呢 前面有個名詞 對 後面它不能是完整句子 這是完整的句子 當它是完整的句子 我們就要變成是它引導一個句子 that引導一個名詞 所以that引導名詞的句子 然後它是完整的 很清楚的告訴你 所以很清楚告訴你它是理由 這理由就是這個完整的 那which呢它是一部分 它是後面一部分 所以它是不完整的句子 也就是你光讀一部完整句子 你光讀彙取後面的句子 你是不懂的 你必須要再加上前面的名詞 才能懂 但這個句子顯然 你不需要前面那個名詞 所以你不能用which 你不需要前面的名詞 它這一個句子就是等於它 名詞句等於前面的名詞 對不對 我說名詞指句就是等於前面的名詞 但是形容詞指句是說明的 它就是還要講是 我們如果說那個理由你愛上 如果理由不行 那個理由你想到的理由 它只能寫到想到 後面的理由就跑到前面去 你可以想到的理由 想到沒有了 但是這也是什麼 很多人染上疾病都完整了 所以它只能是單獨的that字句 所以我知道喔 你今天很認真上課喔 你認真上課是完整 我知道I know that 是不是 所以我們一開始 你在還沒有學第五冊的時候 你就that就已經先 第四冊就好了 你學的是一個名詞指句 用that引導 對不對 好 所以 謝謝你告訴我這個 然後我就會給你解釋 因為這個部分真的要慢慢擬清 你才會懂 不容易啊 因為我也花了很多心思 老師相信我一定花了很多心思 想要去找出一個幫助你去理解的方法 還是究竟 好 就是需要練習 第九題 我們剛剛讀到誰了 太晚了 再來 第八 max 淡水 好 你現在 要去想一個問題 它這個句子最後 是不是有一個印 印是什麼 印是什麼 詞 藉系詞 老師是不是有說 藉系詞 後面一定要受詞 受詞 受詞在哪裡 受詞是在哪裡 就是這個字 所以我剛剛是不是講了 你使用which跟who的時候 就是因為它單獨一個句子 不成理 你必須要再配上它 它才叫形容詞 我形容它 淡水就是 我 其實不是淡水 應該是in the town 淡水就是我出生長大 在那裡的小鎮 所以這裡要用什麼 答對了 所以它會怎麼 所以where where就是在那個地方 等於in which 我剛剛補充了 省略的place the town in which town 所以這個叫做形容詞 它後面那個句子不完整 還要加上它前面的字 它就夾在這兩個洞間 才變成完整 形容詞指句就是這個 which跟who that就麻煩了 that就是到處都可以 它可以當名詞 可以當形容詞指句 所以that算是最複雜 好 恭喜你它沒考到that 我們不知道 這樣懂嗎 你們自己選出答案來 這樣懂嗎 你這個再做一題 如果還是又做對了 恭喜你 那這個問題也解決了 好 第十題 所以你各位同學相對看到 就是room它可以是名詞 可以是地點 那你看喔 我做我的功課 我玩電視遊樂器 是不是都不缺 不缺 我不能夠使用which 因為它是名詞 它要等它對不對 所以in which 這個時間不適合 好 不適合 好 各位同學 我們的時間呢 就是已經到了 老師就不再多拖你的時間 就是各位同學 下次我們要從這裡開始 下次這個是從69頁開始 69頁呢 請各位同學看一下這些 老師只能請各位同學 來跟我一起讀這些 然後告訴你 因為這些要學會看 這是我見過比較好的單字書 所以我介紹你們 但是你們會覺得它很重要 是因為它很多考試的日期 都有寫出來 但是其實它還繼續後面都有寫 只是說我沒有更新到那個版本 然後後面就是一百年幾年 通通都有寫 或只是它的單字書裡面就是有例句 你從例句裡面學 是最棒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有常用的 那個變化 這樣子你的學就會完整 所以請用到67 那我們下次呢 叫從67到75 為什麼這67到75這麼恐怖 75 哇它很多頁 很69 就75了 各位同學 我們要寫零奏簿了 九二 聯絡部了 好 我們第九軌完成了 然後請各位同學 下次第五六頁的假設去練習一下 然後下次69到75 那老師要關系負責講解完 我們的練習76分77的題目 老師要練習題目喔 然後我看七又七 好 然後76就是77 好 我們接下來要去講解那個 漸進是我們要做短文的練習 告訴你 你怎麼樣把你所學的東西 把應用出來 我們都是有各種的主題 然後呢 在狼幹溝通學一些 所以我們下次就要從七 我們就要下下解課 就是79的 那個 端題練習 好 你有練習過 然後分數一定可以相對 比人家多一級分 好 就是說 那些沒寫作文的同學 他不拿死 有練習過 可以避開 幫助 uncertainty 都抽誰 好 努力